新的藥廠加入了疫苗的行列了 美國兩大藥廠嬌生跟莫克藥廠 將會合作生產嬌生幾天前 剛獲得緊急授權的新冠病毒疫苗 最快這週就會開始配送到各州 嬌生疫苗只需要接種一劑 而且有約大約是這個 百分之八十二的防疫效果 對於南非的變種新冠病毒 也可以做很有效的預防 繼續邀請華時特約 美國之音白宮記者黃耀毅 為我們說明 美國總統拜登在3月2號的時候 在白宮宣布 在白宮的牽線促成之下 美國的兩大藥廠嬌生公司 以及莫克藥廠將會攜手合作 來製造嬌生公司在幾天前 才剛剛獲得緊急授權使用的 新冠病毒疫苗 那麼這個拜登總統 除了啟動了國防生產法 來讓莫克藥廠能夠取得 生產新冠疫苗所需要的物資 跟設備之外 也特別責令了國防部 要為嬌生公司提供每天的物流協助 那美國政府呢 現在已經向嬌生公司訂購了整批 達390萬劑的新冠疫苗 並且呢在本星期開始配送到各州 預計到3月底將可達到1600萬劑 而嬌生公司的疫苗呢 只需要接種一劑 並且有約82%的預防效果 那麼對於南非的變種新冠病毒 也可以有效的預防 目前美國已經有輝瑞藥廠 莫德納公司以及嬌生公司三家的疫苗 而白宮宣布呢本星期開始疫苗的配送數量 從每週配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萬劑 已經提高到了一千五百二十萬劑的疫苗 那拜登總統呢 他把讓美國人接種新冠疫苗 視為他執政的優先考量 不過呢同時你們也看到了中國還有俄羅斯呢 也在世界各國以他們的國產疫苗使用這個國產疫苗來施展他們的疫苗外交 那麼在3月2號的白宮新聞簡報會上呢 白宮發言人Jan Saki就對此表示了關切 那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呢 當然我們關切俄羅斯與中國利用疫苗來跟各國接觸 卻沒有在人權方面 言論自由方面 宗教自由方面 媒體自由方面 堅持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標準 我們當然關切這個 那Jan Saki也強調說呢 美國也有提供世界各國疫苗 而且呢是透過可信賴的國際疫苗配送體系COVAX來確保疫苗可以在全世界安全並且公平的分配 同時呢也要確保那些疫苗的品質可以達到美國認可的標準 那我們知道呢 白這個台灣也正式透過COVAX來取得新冠的疫苗 我們把現場交給主播